好,現在看完別人,我們現在要自己重新再建立一個新的 來,我們來試看看,這個我不要,我就回到這裡來,不用保留 好,現在是空的,那麼你可以看到這邊 一個是你可以建立空白的項目,就直接選,有沒有 這是一種方法,那麼 你也可以從怎麼樣,從這邊 因為有些人已經有PPT了,有沒有 你也可以用這個來 這樣也可以啊 你就從把你的PPT選好之後就 我這邊沒有 就可以直接選 他的過程會跟我們剛剛這邊一樣 就進來之後,選好你要的簡報的頁面之後 他會讓你去選擇你要的安排方式,有沒有 出現的方法 不過通常我是不太喜歡直接拿powerpoint來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你就用powerpoint就好了,幹嘛來學這個 對不對 你用這個就是希望不一樣,結果你又拿一樣的來 那只是在不同的軟體讓人家看,那不是powerpoint做的嗎 那為什麼要在這裡用 對吧,所以通常我是比較不會幹這種事情 可是有些人覺得偷懶一下 你想要不一樣的方式呈現,那還是可以 不過還是要提醒各位一下 你原本如果有在powerpoint裡面 用的一些動畫啊,那些都不見喔 也就是說他好像把你拍照一樣而已 變成一張照片進來 然後看你要怎麼擺的方式 就這樣子而已 這樣清楚齁,所以你原本花會有動畫的你要自己移除一下 這樣沒問題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你從這邊齁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可以從這裡開始 就從一張照片開始 一樣的方式 我們試看從這個好不好 還是你要從完全空白的也可以 完全空白一樣可以選背景 好啦,我們從這個好了啦 好,你來挑一個你想要的呈現方法 比如說你想要用這一種的 步步高升型的 對不對 好,那你選好之後呢 你看看 你想要幾個路徑 路徑就是我們講的投影片嘛 投影片的數量你要幾個 然後你的背景 好,我們找看看這個背景 好,創建 有沒有 這樣就出來了 對吧 好,那你這樣出來了 他這邊就指定你要的 你往後退 你可以隨時用滾門 有沒有這樣就有 但是也許你會覺得 喔,我那怎麼沒有飯本的加持差那麼多 有沒有 沒有關係 我們來試看看 其實呢 你從這個 我們挑一張來 挑一張來試看 好,假設我想要從 逢甲出發嘛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四個步驟 嗯 好,第二個 第一張圖好了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也是步驟式的齁 好,我們再試用這個吧 圓的,下一步 有沒有發現有飯本給你了 啊,你了解啦齁 所以我通常會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從頭開始 你就先挑一張你覺得大概想要 當然那張圖以後可以再換嘛 對不對 好,找一個看看有沒有比較喜歡的 然後我想要這一種 Mac的方式 下面還有 反正後來 這個圖片都還可以再改 好,再下一步 就準備開始啦 有沒有就給你兩個頁面 先給你一個全關的 再來 是不是就從你的圖開始 是不是就從這張圖開始 那麼今天呢 你這樣有一個開始之後 請問如果需要增加圖影片怎麼辦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用人家飯本 這一次可能五六頁七八頁 可是我這次只有兩頁啊 那你要增加圖影片 要怎樣 尾片店家 有沒有看到這裡 就是這個 從上面 可是呢你要注意一下囉 它上面有 總共有四種類型 有四種類型 一個是有矩形的 一個是有括號的一個圓形 還有一個 預設的叫不可見真 其實就是看不到邊界的意思 我是比較喜歡用看不到的這一種 因為 有框框的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個界線的感覺嘛 所以我大部分比較喜歡用這個 好,你看我就用這個按一下 因為我現在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就變成在這邊 這樣把Logo弄掉不好 對不對 刪掉 垃圾桶丟掉 那怎麼辦 滾遠一點 你可以滾遠一點啊 好,我來這邊再來加 請問這樣有沒有加進來 那你要放在哪裡有沒有關係 當然你自己決定喔 你想要放在這裡就放在這邊 大小有沒有關係 當然沒關係啊 你不要忘記我們可以做念輪號 欸,進來 所以你看我點到這邊 請問有沒有自己進來了 那我們來加個圖片好了 我先不要用 在本機我用推曲比較沒關係 好 找個女生 因為你現在正在努力思考中 對不對 好 OK 那你要再 找其他的 他插入影片一樣可以從這邊 但是他有一個功能 我順便提一下 這裡有一個 你可以來自網路上的影片 這個沒問題 但是呢有沒有發現他 有沒有Screen Recorder 你可以錄影 如果說你的簡報 是有一部分是屬於操作電腦的 你可以透過他來做錄影 錄影完這個影片 就放到簡報裡面來 這樣清楚了齁 你就不用說我要像我這樣 我要準備另外一個錄影軟體 在他裡面就有了 就有增加了齁 那另外像這裡也有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圖片 自行調整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看起來他躲在很遠的地方 可是我們到那裡的時候 有沒有就容易進去了 對吧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來 請問喔 我把它稍微拉遠一點 你滑過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旋轉 我如果轉這樣請問請不行 你覺得呢 可以嗎 我們來試看看 欸 你今天在這裡 管你怎麼轉 我就是要擺正的 當然你如果真的有需要斜的 我們也可以用拍照的 因為這裡有拍照有沒有 就是我就要這個角度啊 這樣比較漂亮啊 有沒有某些人 就是要測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最好看 好 就是說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 但是原則上 不管你怎麼擺 我們的 這個 Focus guy也好 Pretty它都一樣的概念 會自動把你翻著 因為你的內容要放在那裡 只是我整體安排上 它可能值得 也許比較適合 就是整體的一個概觀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 會不會很難 應該不會對不對 剛開始我是蠻鼓勵各位 就是多用一些它的版本 但是你慢慢的 要你自己特色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也要會怎麼樣 像這樣自己建立一個新的 萬一你剛剛選的背景不喜歡 請問可不可以改 可以的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有好幾種 3D背景比較少 就免費的這個地方會比較少 3D背景它會動的速度不一樣 跟我們現在網頁有點雷同 我們網頁如果 現在HTML網頁 假設整頁是這樣 但是我看到的範圍可能只有 這樣子 我看到範圍也許只有這樣子的時候 當我頁面往下捲 下面的內容是會有點動畫在上來 有沒有看過那一種 有嗎 3D背景就會有點類似那樣的概念 比較近的 動的會比較多 比較遠的動的比較少 會類似這樣 那如果你不要的 你用一般背景 甚至當視訊當背景也可以喔 它也有視訊當背景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找一個你喜歡的 我喜歡這個當背景 你就選好 有沒有發現背景就變了 當然你要跟你的那個主題相互回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 那你在這邊找背景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看看 有沒有 你要選自己的 就從這邊自己挑 往自己挑 那背景 有沒有網路上有比較好看的 應該一堆對不對 所以請問要用什麼關鍵字找 背景 PNG 不用PNG啦 因為背景不做透明嘛 你就直接背光就好啦 或者你要找那個什麼 Nature 有沒有 只要可以找到很多 就可以找到很多 當我們的背景 這樣沒問題吧 所以 您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試看看 自己來建立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的方法 像這樣子 在這邊 等一下呢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是加了這幾個東西進來了 對不對 待會我們再看看 你也可以做動畫喔 你在它裡面也可以做動畫 甚至物件也可以直接加到裡面去 還是我先講一下好了 這樣 來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隻貓不錯 我會不會把它當做一個投影片來用 可以的 可以的 我們剛剛是從上面直接增加 對不對 那我今天 我覺得這個物件不錯啊 我想要引它為主體的 你點到它 你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 好像有一個加號 就是它啦 你看 滑過去 有沒有叫添加路性 現在我是在這個第二個投影片 我只要按一下 請問我有沒有增加一個進來的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從上面增加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跟我們一般 泡頭人 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你可能要自行 你覺得習慣你就用 不習慣你就 在上面它已經在搖頭了嘛 你就知道 不習慣就找這裡 好 OK吧 那給你先試看看 看你是要選擇從上面去增加 我們剛剛是在上面這裡 對不對 新建的 新建的這邊 從這邊是最容易啦 那如果你要完全空白 也不反對 但是這個少用啦 好 OK